江总监 这文件叫您抢字 江总监 我听到有人在背后说你坏话 说你德不配位 那个人就是 你以为我会认可你打小报告的行为吗 如果你工作不饱和 现在就可以去领域致信 有什么了不起的 不就是个代理总监吗 学习姐的能力 大家有目共睹 新任总监不是他还能是谁 现在宣布一个人是人病 市场部新任总监是 琳达 琳达是从海外回来的高材生 大家欢迎她 空降总监 那江总监岂不成富的了 欢迎琳达总监 你就是代理总监江十七吧 我看过你的品牌峰会方案了 真是让人意想不到 德赖 哦 不好意思 我在国外待久了 习惯有话直说 不过呢 听说你也就是个国内本科毕业 能写出这种水平的方案也正常 那不如琳达总监给我们露一手 让我们一堵风采 不然大家还以为 你是从海外回来的草包呢 别以为我不敢 拭目以待 舅舅 江十七刚刚对我那个态度 等活动办完呀 我就开了他 订你的 怪不得琳达一上来就这么好 原来是关系户啊 怕什么 在职场靠的是能力 江十七 我已经用你一半的价格 拿下大都市展厅了 这可是本市最好的展厅了 琳达总监啊 就是比江十七厉害 这么低的价格 不会有什么问题吧 这就是我的本事 你学着点吧 总监 我们遇到诈骗了 你订的展厅 打过去是空号 怎么可能啊 琳达 你怎么办的事 明天活动的邀请函都发了 你们还不快速给我找新的场地 你们想让我成为业内笑柄是不是 这大型的活动展厅 都需要提前一周月 这迷失根根都约不到 找不到 你们全部被开除 你解决问题的方式 就是甩锅给别人吗 石七姐 没事 真正的大都会展厅 我已经定到了 不可能 我根本没给你预算 你怎么定到场地 林泰 这个展厅可一定得给我留着 适合我来付场地费 认识这么多年 你是自己人 没问题 太感谢了 这个赫莲娜新年限定礼盒 您务必收下 里面有代表产品 黑白绷带面霜 也代表我对您龙年最好的祝福 祝您新年新貌 一盏龙颜 哎呀石七 你真的太客气了 想起四年前我们第一次见面 你就送了我这个 后来我一直在用这个黑绷带面霜 根本离不开 你看我皮肤状态 好像一直被变哦 所以场地我已经搞定了 太好了 快带我们去新展厅看一下 那这次失误的损失 算谁的 张富岛 这样 你把项目全权交给石七负责 主持工作也将不大做 张石七 你给我等着 我主持人衣服已经换好了 我马上就到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我的衬衫 一共来 这光天化日啊 你想干嘛 大家好 我是主持人江石七 接下来让我们欢迎 怎么是白纸 这怎么回事 怎么回事 这么重要的场合 连领导的名字都记得 舅舅 还是让我去吧 接下来让我们欢迎 百方集团的王董 施达集团的李总 跳音集团的胡总 还有百达集团的飞总 琳达 让你失望了 准备普然比 是每个职场人的基本素养 换我手稿的人 是你的 是我又怎么样 我可是张副总的亲侄女 张副总 您是选择开除领导 还是让外面集团 那么多领导都知道 你在公司安插关系户 你 你被开除了 舅舅 大树底下是好乘凉 可惜长得再茂盛 也不能顶天立地 人还是要靠自己 不只会 你 谢谢观看